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莫妮卡 莫妮卡的故事发生在意大利 1964年在塞尔西利马村里 贝鲁奇家族又添了个女婴 她就是以后的传奇人物莫妮卡·贝� 因为是家里的独生女 从小莫妮卡就被父母捧在手心里面 长得漂亮有什么错 这句话放在现在讲 那么大家都会认为这个女生在假装谦虚 可换在莫妮卡·贝鲁奇身上 仿佛一切都可以解释得通 因为她自幼便长得很漂亮 美到什么程度 去餐厅吃饭 服务员给她免单 塑苗老师免费给她画肖像 就连走路都会有很多人盯着看 引人注目的样貌 给莫妮卡·贝鲁奇带来了很多困扰 甚至让她觉得自己是个怪物 久而久之 莫妮卡便很少和周围的同学一起玩 这样父亲很不解 于是便问女儿 为什么不和同学一起玩呢 莫妮卡犹豫了半天才到处实情 每次和同学一起走的时候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着我 不管男人女人 这让我感到很耻辱 听完女儿的话 父亲也是愣住了 连忙拍着莫妮卡的肩膀说道 长得太美并不是你的错 相反你要习惯 因为在你未来的人生中 还会经历更多这类的事情 你应该拥有更强大的内心 听完父亲的话 莫妮卡恍然大悟 原来长得太美并不是自己的错 为了不那么好看 她把头发剪短 这或许就是美丽的烦恼吧 随着时光推移 小莫妮卡已经长大成人 16岁的莫妮卡也越来越迷人 恰恰当时 父亲的朋友看到莫妮卡的长相 便觉得十分适合做模特 于是便邀请了她来担任模特 小小年纪的莫妮卡 就这样踏入了时尚圈 不过她并没有放弃学业 在一边做模特的时候 一边疯狂读书 进入了当地有名的佩妮卡大学 研读法律相关的专业 行侠之际 她也会像普通女孩一样 做兼职赚外快 期间当模特让她受益匪浅 甚至受到了不少广告商的青睐 看着自己法律的知识 再看看自己在模特方面 无视自通的功底 18岁的她 毅然决然地退学 去米兰追求模特艺术梦 历时数年 莫妮卡终于成了一名出色的模特 鄙视的她已经24岁 在模特圈算得上高龄大妈 不过她靠着脚好的脸庞 在意大利模特圈杀出重围 成为各大杂志争夺的头牌 许多出名的摄影师 都很喜欢给莫妮卡拍照 因为她的眼睛会说话 她的气质很古典 却又带着东方风情 如此奇妙的神韵 让她脱颖而出 在模特事业的辉煌期 莫妮卡尝到了 出道及巅峰的甜头 但她并不满足于此 因为她看中了演艺圈 想去那个地方搅动风云 可是隔行如隔山 很多同行都劝阻她 不要轻易尝试 稍有不慎 很有可能会跌入谷底 即便如此 莫妮卡还是认为 自己应该尝试一下 于是接了导演 迪诺里希的邀约 出演了电影后妈难当 第一次演戏的她毫无技巧可言 而口碑自然也不高 不过票房虽然很一般 但莫妮卡体验到了 当演员的快乐和享受 随后她又在吸血鬼 真爱不死中 变一位吸血鬼新娘 此片中她与大美女威诺娜 同台比美 也不落下风 极具性感的装扮 让她稍稍有了点名气 不过该影片是在好莱坞上映 而莫妮卡的英语带着一股乡土风情 让她靠美貌出名的同时 专业水平却招人诟病 此刻的她意识到 当演员不是有想法就可以 还得付出汗水 然后她便回到意大利 在家专门学习表演 语言以及演员体态 学有所成的莫妮卡 没有试图去好莱坞发展 而是把重心放在欧洲法国 先后拍摄了太保密码 悬疑对战等影片 不过最火的还是1996年 万事俱备的莫妮卡 乘着非常公寓这阵东风 一炮而红 在影片中 她是一个为爱复仇的角色 这是她第一部法语影片 也是她第一次被凯撒奖 提名为最佳新人女演员 性感是什么 是玛丽莲梦露的胸 是球力的烈焰红唇 亦或者是澳大利赫本的高级 不不不 性感是西西里岛的美艳寡妇 玛莲娜 就像原文所说的那样 她有什么罪过 她唯一的罪过就是太美丽 故事背景发生在二战时期的某个小镇上 玛莲娜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 穿着时髦的丝袜和短裙 踩着恨天高 款款而来 她的错大概是她丈夫在战争中去世 自己只能独自在恶狼般的小镇生活 男人因为喜欢漂亮 而对她穷追不舍 而女人却为了给男人找借口 而污蔑玛莲娜 口口相传的小镇上 似乎真相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所有人都觉得 玛莲娜是个不好的女人 丈夫被造谣殉难 父亲离世 周遭人异样的眼光 每一桩每一件 都是压垮玛莲娜的最后一根稻草 除去颜值加分外 莫妮卡几乎无声的表演 让整部影片疯神 整个镜头里不需要任何语言 只需要一个眼神或者动作 就能让观众看到 玛莲娜身上遭受的非人待遇 就能看到这个群居世界的阴暗 该影片上映后 拿到了英国影艺学院奖 以及法国凯撒奖 最佳外语片 并且没开二度 入围了奥斯卡奖 而饰演玛莲娜的莫妮卡 更是成了意大利新一代的性感女神 法国人两次投票 她都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名声大造之后 莫妮卡也获得了不少精良的作品 例如友情出演科幻片 骇客任务 虽然镜头不多 但一位性感且孤傲的妻子形象 足够令人惊艳 在她的《斯密日记》中 与基努里维等老戏骨 同台标系 也丝毫不怯场 与女神苏菲马索合作的女性视角的双面惊魂 更是好评如潮 除了一些起具人格魅力的女性角色之外 她也曾打破既定思维 出演各种限制片 例如极具美学效果的《不可逆转》 但由于画面过于暴力美学 不少观众都没能看完 而匆匆离场 可这些似乎都不影响莫妮卡的热度 因为她已经火遍全球 适当的争议可以当成为艺术现身 而当刁针的媒体 问及她对自己身体的看法时 莫妮卡大方承认 我的身体就是工作的工具 对我而言 没有什么东西会比身体更美了 由于前卫的思想 她还曾在怀孕的时候 为名利场的杂志拍摄个性封面 这份拍摄照片 没有夹杂任何性感元素 而是用来呼吁意大利人支持生育法 争取生育治疗的权利 因为莫妮卡的勇敢 这项法规也受到了不少网友的关注 其实世界上有很多美女 但思想独立 精神独立的透彻女性 又有多少呢 虽然已经年过半百 但举手投足间 依旧散发着女性的魅力 这或许就是她成为全球球花的秘诀吧 虽然莫妮卡很美 然而在婚姻中也并不完美 莫妮卡在拍摄电影《非常公寓》的时候 遇到了文森卡索 文森卡索是个名副其实的新二代 父亲是导演 母亲是记者 不仅家境很好 文森卡索长得也是十分帅气 演员中因戏生情很常见 莫妮卡也不例外 两个人没过多久就开始交往 三年之后便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在结婚之后的第二年 莫妮卡凭借着真爱伴我行 火爆全球 虽然莫妮卡是全世界男人心中的完美女神 但对于文森卡索来说 似乎和结婚之后就陷入了平静期 为了挽回这段婚姻 莫妮卡在2004年的时候 生下了女儿戴娃 可惜的是 有了孩子 还是阻止不了丈夫的花心 在女儿两岁的时候 文森卡索被爆出轨 但莫妮卡依旧在极力的挽救婚姻 并在2010年 46岁高龄的时候 又生了一个女儿 46岁产女 对于任何一个女人来说 都是很危险的 但对于丈夫文森卡索的感情 莫妮卡还是义无反顾的再次生产 然而没过多久 又有媒体爆出 文森卡索和其他女子有暧昧关系 在公共场合拥抱 这次莫妮卡彻底心如死灰 在2013年的时候提出了离婚 结束了两个人14年的婚姻生活 不过话说回来 美人之间似乎都有一定的共性 就像莫妮卡和史嘉雷一样 那么美丽又那么狂野 而且在思想精神方面十分独立 所以说 要想成为一个名誉一时的美人 不但要长相初挑 也得有才情 有谋略 还得活得通透 虽然莫妮卡在婚姻中失败 但她的人生依旧精彩 愿生活中的你 也像莫妮卡一样活出自己